加拿大溫哥華 現在有一個新的法規 要開始實施了 就是年度溫室氣體及能源限制 他最主要是要來管制的 包含了呢 在溫哥華的商業大樓 以及住宅大樓 要求都要提出 他們的碳排量的報告 重點是你要逐年 想辦法去減低你的碳排量 如果說沒有做到的話呢 你恐怕就會面臨高額的罰款 那麼新法在六月的時候 就會開始正式的生效 這個法規 他的立法目標是想要立拼 二零三零年的時候 在溫哥華他的大型建物 可以減少百分之五十的碳排 到了二零五零年的時候 邁向淨零碳排的終極目標 那麼針對這個刑法 我們來看到是在呢 這個加拿大施耐德電機公司的總裁 他就特別提出 他說確實他們觀察到 在溫哥華超過一半呢 也就是高達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碳排 確實都是來自於建築物的 所以他贊同這個刑法 是真的可以有效幫助 減少城市的碳排 他說在溫哥華呢 其實現在看到新建大樓 大部分呢都很重視了減碳 走科技風 他們走智慧型 來做一些減碳的措施 其實老舊建築物其實也可以透過一些小小的改變 來利用再生能源 包含了能暖氣的優化呢 還有比如說 他就舉例了在屋頂上架設了太陽能板等等 他說這些都可以幫助老舊建築 同樣來減低碳排 他說這麼做的好處是什麼呢 當然除了是幫助我們的環境之外 對民眾來說也是有利的 因為當你做好這些措施之後 其實有可以幫你降低電費支出的功效 可以讓你付出更低的電費 升級建築之後對於企業的形象也是有利的 而且他認為一旦溫哥華實施之後 也可以帶動其他的城市 一塊來效法 以上訊息提供給您 也請鎖定華視新聞